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最常遇到的可能是你記憶卡插到電腦裡沒有辦法讀取 或者是你插記憶卡插到電腦裡你的檔案損毀、故障 或甚至是你格式化才可以繼續使用你的記憶卡等等的問題 你發生這些問題你會超級緊張 不知道到底是要該多插拔幾次嗎? 還是你要把那個記憶卡拿去救援中心去拯救它 那今天有一個軟體叫做Tenorshare 他們提供我一個救援軟體的 Jesus Christ 多一點 多一點復活的機會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麼最常遇到的問題可能是我們插記憶卡插到電腦裡沒有辦法讀取這張記憶卡 或者是插到電腦裡發生你的記憶卡裡面的檔案有損毀 或甚至是你格式化才可以繼續使用那張記憶卡等等的問題 那遇到這些問題你肯定會超級緊張不知道到底該去多插拔幾次呢? 還是你要把那張記憶卡送去救援中心去拯救它 那今天你會給我救援 Jesus Christ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可能是我們記憶卡插到電腦裡沒有辦法正常的讀取 或者是我們插到記憶卡 插到記憶卡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嗨! My name is Kai Wan 嗨! My name is Kai Wan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可能是我們插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發生你沒有辦法讀取這張記憶卡 或者是你記憶卡裡面的資料有損毀 遺失或者甚至是 或者甚至是 或者甚至是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我是一位攝影師 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沒有辦法讀取這張記憶卡 嗨! My name is Kai Wan 我是一位攝影師 那我們攝影師 我們攝影師常常會遇到一些檔案危機 那最常遇到的可能是我們插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沒有辦法正常的讀取 或者是我們插記憶卡插到電腦裡 發生檔案損毀遺失 甚至是我們需要格式化整張記憶卡 才能繼續使用等等的問題 那我們遇到這些問題 你肯定會 哇賽! 超級緊張 不知道到底是該多插拔幾次呢? 還是你要去拿到救援中心去拯救你的資料?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軟體公司 叫做TinarShare 提供我一個救援軟體 叫做4DDiG 讓我來測試 讓我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這個救援軟體 讓你的故障的記憶卡檔案 有多一點救回來的機會